这个按钮基本上就是 或者你可以在这边先插入 常用里面插入那个超连结也可以 然后文字的话呢就是 那连结的话 他有个网站 你就 是打一个网站上去好了 网址的话 是什么 www.ehappy.com.tw 打上去之后的话 前面加http 按确定之后 第一个这边就有一个 一个连结 前面我们讲过 如果要把按钮做出类似像 刚刚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效果 就必须要怎么样 选他的时候 在 JQuery这边 页面的部分 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 要把它变按钮 按钮的话 是哪一个呢 Data什么呢 Data row 就是他的角色要变成什么 变成 Button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你把它及时按下去 他可以看到 就会是一个Button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说要让他 前面再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上一个齿轮的形状 那我们就找哪一个呢 Data什么 Icon 有没有 这边Icon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齿轮 那齿轮的话 就是gear 所以在那个前面 我们那个三支 第3章的第3支5 就有那个图 gear的话 就会有个 做出来 就会类似像 这样的形状 就齿轮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把颜色变成什么 变成 蓝色的话就是什么 Data Singming 在 在这里 有没有 改成什么 改成B 对这样的话呢 就会是我们要的效果 当然如果说呢 你希望放两个 它的宽度不太够的话 甚至你可以把它改成 前面我们讲过有个叫什么 Data 把它变成跟这个 字一样 宽的话 有个Data inline 有没有 你可以把它改成True True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基本上就会看到的效果 类似像这样子 有没有 一个小小的按钮 那你旁边还可以再放一个什么 讨论区 讨论区的话做出来就类似什么 类似像这样子 一个star 那其他都一样 连结 超连结 我想你们自己再去做超连结 OK 试试看好了 所以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1 这个地方 拖拉这个logo 对不对 拖拉过来之后特别注意 我是游标先点旁边 然后呢 旁边下面有个css 请各位点这个 置中之后 他会跳出一个对话方块 请你选类别 建一个类别 那个类别 名称比如说你就打个a 然后他就会帮我们置中 在enter之后这边做一个什么 日期 然后再做两个按钮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好 棒 же 好 好 好 viol